《香港日记》 1992年7月9日 《大日子的来临》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7月9日 星期四 我们一早在高级专员官邸醒过来 把九个行李箱中其中几个稍作整理 然后向大家告别 意诸英联邦内高级专员指成员国间互派的最高外交使节 只能等同大使 英国与新加坡同为英联邦成员国 达根夫妇带着他们11岁的儿子汤姆送我们到机场 他让我想起电影《太阳帝国》的主角吉姆 汤姆在机场对我们发表一场精彩的演讲 解释如何填补臭氧层的破洞 我告诉他 要是我在当环境大臣时听过这些建议 那该有多好 而汤姆似乎也欣然同意 接着 这小男孩发出响亮的嗡嗡声 打断了大人的交谈 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空调发出的噪音 原来他想测试发出嗡嗡声 会不会让牙齿咯咯作响 答案是 大概不会 我们搭乘国泰航空的班机 接受了大批记者采访 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拍照 用餐 醒鼻涕 阅读 处理杂事 雅思就不一样了 他在飞机最后降落在香港机场时 跑到驾驶舱去 想要体验穿越一排排晾衣绳的感觉 我在飞机上与来自英国的随行媒体记者 和来自香港的乘客聊了一下 电视主持人兼作家强纳森丁伯利比 还有与他同行的导演法兰西斯杰瑞德 也在飞机上 他们计划在香港暗中观察 最后为我担任总督的五年时光制作纪录片 我们答应提供他们访问权限 而他们则承诺 尽可能忠实呈现我这个末代港督 在英国最后一个殖民地如何度过未来五年 还有我们在香港所受到的待遇 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在临近1997年大线 这段时间的言行举止 飞机着陆后 我们直接前往机场主航上 换上比较体面的服装 准备与香港市民正式见面 影童和我们两个女儿看起来棒极了 我有一套相当亮眼的灰色双排扣西装 是我们离开之前在雅阁施丹买的 后来我这一副行头被恶劣的议会议员 尼可拉斯·费贝恩形容为哈利莱姆所穿的服装 哈利莱姆是英国电影《黑玉亡魂》里面死于非命的角色 但也是主角 至少我的这套西装没有宽粉笔条纹 也不像我大部分的西装都是从马沙百货买来的那些大量生产的现成西装 我第一次意识到 我的日常生活从现在开始将受到非常专业妥善的安排 我的副官菲利佩·多利维拉是一位衣冠楚楚的警司 有葡萄牙血统 他为我带来两三双袖扣和一条皮带 以备不时之需 以后我在服装上大概会慢慢学乖 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帮我打点比较好 我们穿越正在欢呼挥手的人群 从机场驱车前往九龙码头 我也练习以英国王室成员习惯的方式向大家挥手 群众的反应好极了 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大概是我们家的两个女孩 接着我们登上港都专用游艇慕莲莲夫人号 这艘一尘不染的游艇不大 听说是二战前建造的 主要用在协助消防队灭火及在紧急状况提供支援 这艘游艇后来重新设计 成为提供港都海上休闲活动的交通工具 数十年如一日 我们乘船横渡海峡 堪称世界上最有意思的旅程之一 幸好此时雨势已经停歇 太阳偶尔从乌云后探出头来 消防船举行洒水礼 在岸上的天马舰海军基地 明放17响礼炮 还有飞机和直升机飞越上空 我在巴斯从未受过这种礼遇 上岸后我们与众多的人握手 接着我向仪仗队卫兵致敬 我们走进香港大会堂 举行香港总督的宣誓仪式和就职演说 由最高法院首席安查司主持 意诸最高法院首席安查司 后来称为首席大法官 但香港主权移交后成立终审法院 最高法院改称高等法院 而终审法院首长称为首席法官 演讲稿是我数周前口述李伟略笔录的 在由我自己编辑完稿 完成后我们依照规定 将内容用电报发到我们北京的使馆和香港 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意见很多 但我们大部分都不予理会 尤其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意见 他们说两个古老文明的合作不太妥当 因为不列颠的历史比起中国来说 简直相形见处 我已经很客气了 但我从来不认为不战而降是好主意 而且我肯定不会接受中共的历史观 江泽民访问埃及时 在开罗远跳尼罗河和金字塔 有人告诉他 埃及的文明在此地发展已超过3000年的历史了 回到北京后 党的立场马上将中国的历史调整为4000年 后来再调高到5000年 江泽民在1989至2002年间担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他大体上和蔼可亲的个性 让许多人低估了他的政治能力和手腕 我从未怀疑江泽民是个冷酷无情运用全数的高手 否则他无法在中国政坛高层生存如此之久 以我过去在政界的经验发表演讲难不倒我 而这次的演讲似乎颇为顺利 不过我自然无法看出大家是否只是在奉承一位高官 只是一位对我说好听的话 我试着展现出坚强平静和合理的形象 天小的也许我真的拥有这些特质 演讲结束后有场盛大的茶会 其中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我们认识了香港各界领袖 名人 然后我们乘坐戴摩勒轿车前往香港总督府 BBC记者尼可拉斯·维切尔 在我的新家门口已等候多时 一看到我就马上敬礼 动作标准极了 看来这画面已经以直播方式 上了BBC的节目早餐时间 一行人旋风式抵达港督府大门口 接着我们又接受一位仪仗队成员的敬礼 再走进偌大的前厅 港督府全体工作人员 无论是用人或我个人办公室的幕僚 都列队欢迎我们 队伍呈马蹄铁状 眼前的景象可说是令人叹为观止 私人秘书 贴身男仆 女佣 厨师 园丁 贴身护卫都在列队欢迎 今天值班的几位护卫名为洛基 怀斯和埃利克斯 后来我和这几位安全人员 以及他们在香港警队负责保护政府要员的特勤同僚 都成为好朋友 无独有偶 我在担任北爱尔兰政务次长期间 也和我的贴身护卫成为好友 大伙热情的接待令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随后工作人员带我们参观整栋房子 港督府的大前厅可说是我和影童各自活动空间的交汇点 进入房子后 左边是管家办公室和社交秘书办公室 来自苏格兰的女管家艾斯佩斯 科林斯 泰勒 年纪轻轻 但个性坚毅 能力强 有魅力 而且人正常极了 谢天谢地 艾斯佩斯负责的业务由影童督导 范围包括管理四位厨师和他们的手下 由阿毛和阿泽带领一群管事 另外还有清洁人员 以及其他负责维护室内、室外和花园景观的工作人员 我们将整个港督府的预算交给艾斯佩斯 他会按照工作需要适当运用 基本上影童会让艾斯佩斯全权负责 另外 在大厅的另一边有影童的社交秘书路易斯 考克斯和私人助理坎蒂 港督府经常举行各式各样的官方活动 如欢迎茶会和晚宴等 邀请的工作由路易斯负责 不过他更重要的职责是要妥当安排影童身为港督夫人 所必须参与的各项大小活动 身为港督 我必须出席各种官方活动 有人告诉我 以后将有很多慈善舞会要参加 数量之多前所未见 后无来者 影童除了陪我出席这些活动之外 平常还有自己的业务必须处理 瞧瞧她的日程表上密密麻麻的事项就可知道 例如 即将邀请她担任赞助人 或者她必须关照的慈善机构就有70多个 她是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 似乎每天在外都有忙不完的事 大厅的另一边是私人秘书贺李的办公室 她协助我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沟通和联系 除了几位私人秘书外 我的幕僚还包含一位新闻发言人 另外 当然就是戴燕林和李伟略了 在我到任前 他们两人已在此地开始工作了 在影童和我各自的活动空间之间 穿梭的有法兰基和强尼等总务人员 他们是众人之首 有人告诉我 法兰基精通身处香港所必须知道的一切事物 哪里可以买到什么 哪里的价格最优惠 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事实证明 她擅长讨价还价 会修录像和音响设备 打字 影印 传递讯息 偶尔也会协助雅思解决技术问题或购物需求 简单来说 法兰基和强尼两人 就是维持我们一家子正常运作的功臣 我们在正式主餐厅旁边的小餐厅享用美味的晚餐 看来我们不用招待客人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应该都会在这里用餐 当然 前提是我们有自己的时间才有可能 上桌的菜都非常棒 第一道是脆皮鸭肉煎饼 简直是另一种享受 港督府一楼有间私人公寓 女孩们的卧室在塔楼里 塔楼是日本人在二战占领香港期间加盖的 整个房子看起来让人觉得有点像日本的火车站 对于居住的安排 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因为这里比起我们在西敏区的公寓大多了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怨言 我们从围绕花园四周的高楼大厦之间的缝隙中 可以一瞥海港的景色 建筑大师贝玉明设计的中银大厦落成不到几年 外观优雅壮丽 但我就不太喜欢香港汇丰银行的大楼 据文 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曾说 这建筑物看起来像一台冰箱的背面 对此大家不免要问 玛格丽特公主怎么会知道冰箱的背面长什么样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